問一下來賓們 大學生他寫這些東西 適合嗎 適合房間 在履歷上嗎 其實現在大學生 確實比較活潑也比較搞怪 不過呢 在履歷表上面呢 比較建議兩項一定要寫 第一呢 大家講專長 真的是專業的專長 譬如說像剛剛有 語文檢定考試 這個真的確實能夠看出 你的能力的 另外呢 還有就是個人的特質跟態度 包括就是說 面對壓力啦 或者是說 是不是能夠吃苦耐勞 這個方面呢 可以去呈現你的特質 所以兩個都要寫 你不能只寫你有這樣的特質 可是我不知道 我用你吃苦耐勞 我可以用你用在哪裡 如果你是美工設計 可是你可以加班 而且吃苦耐勞 我就知道了 我要把你擺在美工部門 或者是說呢 你很會活動企劃 去參與活動呢 你不怕加班 週末也可以來上班 這個時候我就知道 把你放在哪裡 所以呢 你要寫到的是 包括你的一個 實際上的專業專長 還有個人的特質 那美君姐 剛剛有沒有看到哪一位覺得 你覺得哇 呂立表那樣子做的話 對 為之一亮 他是特殊才藝 所以放到呂立表裡面 那放到呂立表的這些特殊才藝呢 我會覺得 不是有太大加分作用 但是會讓我特別注意到 我覺得真正加分作用 是在他寫的自傳 因為大學剛畢業的人的文筆 可以表現出他的思路之外 還有表現出他的一個修養 將來他表達能力是不是 會比較容易從這個自傳的那種看出來 但是我很受不了自傳 第一句話是說 我來自一個小康家庭 蛤 你為什麼不理會 就是不是說小康家庭有什麼錯 而是說這是什麼意思 你小康家庭 你的父母對你曾經有什麼價值觀 或者是一些什麼教育上面 影響你很深 你可以說一個例子 說一個故事 我會很專心看 大學生寫履歷只顧慮自己的天馬行空想法 事實上卻不見得有加分作用 到底履歷怎麼寫成的吸引老闆注意 影響與Benny拿出寫好的簡歷毛遂字件 要請專家及雇主檢查指教囉 好馬上來看一下Benny他的履歷 我要硬勝 然後就是 好 各位就是老闆 這是我的 我的經歷 還有我的就是學歷 就是我 Benny你再亮下去 我覺得我也不想 你再介紹這些談要親一下嗎 我現在要講一下我的就是工作經驗 我現在是一個打工高手 想說肯定一點 好 我現在是一個打工高手 他很大嗎 看我就是從就是國中的時候 就當過就是外送小弟 就那個送餐盤的 可是坐著桌子喔 後來初期打工 我還當過就是飲料界第一塊手 就是煮茶草快 就是煮茶界愛用 然後還有就是做過美編人員 就是因為我的相關科系 我就可以就是設計一些就是 圖案啊 然後就是讓他們賣 然後還有一個是電影院 電影院是很辛苦的一個工作 然後我就是一個 隔夜爆米花的高手 我爆米花也超快 然後就是老闆超愛叫我爆爆米花 然後還有就是製作熱狗堡 什麼叫隔夜爆米花 不是啊 因為他們爆米花 都會放到隔夜再拿出來熱 所以是隔夜爆米花 哪一家 不是爆料啊 怎麼辦 我爆料了嗎 哪一家 我騙到這裡以後誰敢吃啊 跳過一個我最厲害的 就是製作熱狗堡 我做熱狗堡真的就是 有黃金切割 就是完美比例的熱狗堡 麵包不會裂掉 而且熱狗會剛好製作 超好吃 謝謝 好 這是Bendy的女力啦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看隱潔的 各位來賓大家好 那我們就長話短說 我就講我上一份工作好了 我上一份工作是在學校打工 那我的slogan是 我就說 哪裡不管壞了 哪裡沒有燈 誰摳誰到 這是我上一份工作 那我應徵的身分是以一個 具有責任感的男人的身分 是這樣子沒錯 因為我家一家老小而養 所以我希望就是 你出錢我出力 大家都歡喜 對 完畢 好 謝謝兩位 簡潔有力 好 兩位 兩位請先回座 不過呢其實我們剛剛的重點 其實我們是放在這個 履歷表上面 所以其實並不是面試的部分 單看這兩份文件的話 你們 同學們 你們想要錄取哪一位 以及我們這三位來賓 好的 小紅為什麼覺得是隱潔 我覺得 我覺得雖然說那個 BENNY 對 BENNY BENNY 她那個做工作很多 可是都不超過一年 我覺得如果我需要一個人的話 我不希望她很短 但她 因為BENNY的工作經驗很多 然後我就覺得 她經驗多 然後就 比較符合我們要的工作 項目 可能比較容易 請來我們看專家了 看完之後 可能兩個我都不會有興趣 打電話 請她們 一個人就被淘汰掉了 對不起 反正大家都有進步的空間 我就這樣直接指示一下 直說直說 我心中希望看到的履歷表是說 如果你是來應徵 平面設計美編人員 其實你就要附上作品 那如果光是這張履歷表 我覺得下面這些東西 跟美編人員無關 甚至我會期待你的作品 有一個是專門為我們公司 設計的一個牌報 然後就是可以畫一個圖出來說 我寫這句話的目的是要賣什麼東西 這句話因為是客人聽到會喜歡之類的 這個履歷表我才懶得 如果說完全沒有作品的話 這履歷表我是懶得請她來的 因為太多這種履歷表了 那我們想要問老闆 你認為誰比較適合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 其實我兩個人都不會選 世界貨人 你會 你的意思是 他們兩個的長相問題嗎 他還沒看到長相 他們的希望植物寫錯了 其實像那個Bending的話 我覺得說如果 今天我看到他的茶飲店的主茶快手啊 其實現在主茶 茶飲店的主茶都是媽媽在主 我們就請打工媽媽了 已經不是這麼年輕人了 應該是說 如果今天也是個泡茶高手的話 我們會考慮到 就是說如果他今天像 美軍寫下來的 他說他的平面設計 每邊設計的話 其實他沒有相關的植物 我們會考慮一下 因為他也沒有做 他自己影節的話 其實如果他是來做一個 我們公司的企劃 或說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企劃人員 或者是一個 我們的發言人的話 我覺得我會考慮 他滿會講話的 而且 講話很活潑可愛 問問三位 就是說有沒有看過 很誇張的履歷有沒有 有… 在這門搜尋